要有完美的身材 加入我12周转型计划 赶快注册terenceduo.com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补品 所以我要给你们分享我的 健身补品 来增强我的这个训练的强度 跟效果 所以谈到这个Supplement的话呢 很多人的头上出了很多个问号 我是否要拿Supplement吗 还是我需不需要Supplement 那我个人呢 我觉得四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经常在我的这个YouTube 都会经常一直的讲的 这四样东西是我们这个Diet OK Training 然后就是休息时间 然后第四个就是Supplement 我不可以说讲Supplement 是扮演着100%的角色 但是Supplement呢 它最少有扮演着20%到30%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去应用它的话 肯定对于你的这个训练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我本身也是这个Sight Tech Nutrition 的代言人 我在这间公司差不多有接近7年的 所以我已经尝试过 无数的这些Supplement 所以简单来说呢 我就是百老鼠 就是 所以凡是有新的Product到我们的公司 我都会去尝试 那在桌上的这些呢 是我觉得非常basic的 就是说我试的也非常想分享给你们的一些Supplement 那在座的每一位 我相信有些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用了 我相信有些人也是非常expert的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给一些机会给一些小白 或者一些可能对于Supplement 很多余问的 让他们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 也就是说 before training during workout 还是after training 所以他们大概知道要用些什么东西 什么Supplement 扮演着 什么时候的角色 对吗 给他们一个guideline好不好 OK 那就拿我本身做一个sharing 我 怎样去用这个pre workout 相信pre workout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成分在里面 第一个 caffeine 对 没错 caffeine就是咖啡因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喜欢用这个 咖啡 来提升 咖啡 before training 他们喜欢用咖啡 因为咖啡有一个natural的caffeine 在里面 which也是非常好的 那 我会比较喜欢 喝了咖啡 再喝pre workout wow 这更加double boost so 简单来说 pre workout 的这个好处呢 它里面的这个成分 我们叫做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 新陈代谢 对 第一个它的好处 第二呢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 呃 毅力 增强我们的毅力 第三个呢就是减轻我们的疲劳 所以因为 所以我会拿这个pre workout 那什么时候我会喜欢用它呢 重训 就例如我们的这个 呃 big muscles 就是说 chest 大腿的训练 跟这个背 背部的训练 所以我会经常呃 在这三个训练的时候 我会引用它 那我不太建议 呃 滥用这个pre workout 对 我不是说我每一天都要用pre workout 所以我会在可能很累的时候咯 或者这三样 背部 胸部跟腿部的训练 我都会用它 那我会怎样去用它呢 我跟一般上的人用这个pre workout 有一点点不一样 OK 很多人都是会喜欢在20分钟 30分钟里面 就是说喝那个pre workout 然后才有30分钟过后 去中训 然后做一些训练 那我呢 也是一样 30分钟到20分钟的时候 我会喝这个pre workout 然后呢 那我不会一次把它喝完 我会喝到一半 然后收着 再耳加其他的influence 在一面做运动的时候 一面再喝 所以我会保持持久的那一个caffin 都一直有在我的身体里面 so 我也是会不断的 有感觉 对 我的用法是这样子的 OK 现在谈到这个 During workout During workout 你会用些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分享 我会用这些 OK 就是 我先跟你说我会用些什么东西 EAA 或者 BCAA Glutamine Creatine 还有这个 叫做 Vitago 那我会一个 一个慢慢的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 我会用它 OK 那我们先讲这个 EAA 跟 BCAA 所以谈到这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很多人就很有疑问了 就说 EAA是什么 BCA是什么 OK 简单来讲 他们都是一个 Amino Acid的一个 family OK 你们知不知道 Amino Acid其实有20种的 那有9种呢 我们身体是不能够produce的 有11种呢 我们身体会自然的produce的 So EAA呢 就有了9种的 Amino Acid在里面 那 OK 我会怎样觉得 这个 在什么人会比较适合呢 就是说 可能他们在 Diet方面呢 可能不是很consistent的 或者吃东西方面呢 吃东西的就是 不是很consistent 吃的不够多 量可能不够多的 就不太喜欢吃东西的朋友呢 那我会建议 EAA会比较适合它 对 因为EAA里面有9种 这个ingredient 那如果是我呢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BCAA 我个人认为 其实里面3种的ingredient 会比较重要 在于我们的Body Building 有3种ingredient 饮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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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会说的 那你饮食是非常漂亮 吃的非常 非常好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有BCAA 这三种ingredient 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So Amine Acid 这三种 就非常足够了 那 氨基酸就是BCAA 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它帮助我们的 这叫mustle ingredient 跟 recovery OK 现在谈到这个 Grutamine 跟Cratin的 So 我们先讲Cratin好不好 它的好处呢 其实是 在于一些比较瘦的人 对 Cratin是什么好处 Cratin是让我们的 这个 mustle 收更多的水分 对 就是我们的mustle 其实78%是水分 你知道吗 So Cratin是让我们的mustle 收更多的水分 那 我们的mustle 更多的水分 看来会比较 大 就是整个整个身体 比较富一点 那比较富的话 它会有帮助到 你一点点的 这个strength So如果 我会建议呢 如果是太肥胖的 同学们呢 就 我不太建议它用 这个Cratin So Cratin 我还是觉得 没有太肥胖的 这些同学们 你们都可以用 So Cratin 其实它也是扮演着 蛮不错的一个角色哦 OK 所以我们谈这个 Glutamine OK 其实Glutamine呢 很多人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Glutamine 他们都觉得 无色又无味 放下去 可能你在喝你的protein 我放了一勺下去 你也不知道你在喝它 所以 其实它扮演着 也是非常大的角色 Glutamine OK 它的好处呢 如果 你的body fat 是在一个DG的 就是说 Below 10的话呢 它还能够帮助你 Burn fat 你知道吗 当然你跟我说 你吃这个Glutamine 来Burn fat 那是不对 它是指 就是说 针对一些body fat 较低的朋友们 它还能够帮你Burn fat 所以Glutamine的好处 这是它的好处 OK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Support Immunity 支持免疫 OK 那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它能够 No surprise 35%的这个Nicrogen 进你的Muscles 就Vishes Muscles 一直可以增加 OK 所以 这一个L-Butamine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在训练的时候 不要缺少它 最后一个 就是这一个 During Workout 或者是After Workout 必须要有的东西 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什么是Bitago 很多人也不会 引用这些东西 因为基本上 他们不知道它的好处 那我今天跟你们说 它的好处 跟它扮演着 这么重要的角色 你一定要去用 Vitago OK Vitago呢 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就是 Starch 它就是Carbohydrate So 它是怎么样制成的 它是用玉米 So 它是一个 玉米就是Carb Carb就是Energy Energy就是Sugar 所以我们需要的东西 如果是说你 你每一天都有训练的 你可能一天要两念的人 你用Vitago 你要知道 一天里面 During workout 或者是After workout 你用它的话呢 你的Recovery 可以高达70% 在一天里面 Recovery 70% 所以为什么很多 运动员他能够 恶训 早上又training 然后晚上又training 可以这么讲 那普通人基本上做不到 可能会觉得很累啊 感觉上都还没有Recovery 又要再训练 又要再训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你们要知道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Recovery 70% for你的Energy 那第二呢 像我们 玩这种健身的重训的人 OK 简单来说呢 比如说我的training 比如我在比赛的时候 我在train 可能是三个小时的 那基本上 重训三个小时是非常累的 那我非常喜欢用它的那一个时间 是在一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半的时候 我会应用它 因为它能够比一些 呃 sport的饮料 就是sport的drinks fast de curry 长达 就想多23% 所以我可以再继续的 不断的一次中训 中训 对 所以不是每个人 可能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可以train这么久呢 其实基本上 你不要使小看他们喝的那一罐水里面 可能你没有加了很多东西 你们会不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 Vitago的重要性 OK 让我来总结一下 可能在座的每一位 听到一头雾水 哇又这一个加那一个 那一个加这个 可能乱七八糟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加 来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怎么样去饮用 在做的这一个 呃这些 supplement OK tang beng 就是pure workout 就是before training 20到30分 呃30分钟 你饮用它 OK 然后在during workout 你要去做运动的时候 你的shackle里面会参的是什么东西呢 EAA Either BCA 不需要两个 OK 你选择一个 所以我们就打个比方 就拿BCA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Glutamine 5g OK 再加Cretin 5g 然后这个呢 健身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才喝 那是最有效的哦 不要全部缠在一起 所以呢 简单来说就是BCA Cretin and Glutamine during workout 做了一半 再加这个 Vitago 明白吗 这样子 OK 大家都清楚怎么样去用 这个 before training 跟During training 这些supplement 对不对 那健身玩过后 我要用什么呢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可以说有99.9% 的人都知道 一定要喝protein啊 对 没错 protein OK protein简单来说呢 重不重要 当然非常重要 protein 为什么呢 有人说 protein我可以吃鸡蛋啊 吃鸡胸啊 吃牛肉那些 对 solid food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supplement supplement的重要性呢 当我们健身完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喝这个分离乳精 它可以在20分钟到30分钟 就是说让我们身体吸收 那你想想看一下 如果现在在座的人 吃鸡胸 吃牛肉 吃鸡蛋 20分钟到30分钟 能够吸收吗 你身体不能够啊 所以啊 简单来说 我们叫做白肉啊 鸡肉鱼肉那些 我们需要3个小时 对 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吸收的 如果你吃红肉 吃牛肉那些 可能要多过 可能三四个小时 才能够 让我们身体完全的吸收 so supplement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 solid food是要和平的哦 所以 健身完过后 记得 不要忘记喝你的 这一个 protein 分离乳精啊 还是 这个 蒸鸡粉啊 还是乳精蛋白啊 对 选一个 适合你的 这个 protein 那健身完过后 如果是说你们都有做完这些东西的话呢 那恭喜你 你在健身方面呢 可能 不是可能 就一定会更上一层哦 你会比一些 完全没有用这些东西的人呢 来的效果更好 好 总结一下 supplement 补给品 重不重要 对 我一直都认为 其实supplement是非常重要的 对 很多人因为他们不了解 他们会觉得 哇不需要的啦 这些东西 其实这种 我们吃食物吃多也能够拿到的 没有错 其实也没有错的 是问题要多长 跟多短的时间 去吸收 还有在什么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用它 它发挥怎么样的一个功效 对 所以啊 supplement是非常有用的哦 所以记得 不要忽略它们哦 OK 如果在座的美味 都还不是很明白的话呢 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后我们一起来参考 一起来 解答 或者一起来分析 对这些supplement的一些问题 好不好哦 所以你们如果是 还想了解更多的话 你们可以set out我这个 short feed的program 所以里面 我已经教完你们了 怎么training 怎么吃 怎么喝 这些supplement 里面完全都有包办在里面的 OK so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分享给你们的 这些朋友啊 他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 然后记得 跟大家一起subscribe 我的这个频道哦 给我一个 这样子的emoji 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emoji so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